小哥封麥 横竖開麥 哈哈哈哈 一般人要錢 一姑和尚也死要錢 哪個不要錢啊 這些慈祭啊 這些什麼大和尚 不要錢沒有盡得起來嗎 有的只是我要一些紅髮的 基本的費用 横竖法師曾翻臉張飛飛玉清 轉站在陸帶兔兒帽 舉過紅髮 我們中國有很多的古聖先賢 留下了很多寶貴的 教化後代子孫的訓記 張飛飛玉清的姐姐74歲 橫竖法師小事十九 近日傳出在大陸直播紅髮 2020年時她曾因欠債風波 和弟弟們鬧不合 小哥是中國的牙刷啊 哎呦好一個一毛不拔啊 飛哥呢 這個台灣省長省錢之長啊 不過隨後她透露宅無問題解決了 我已經無再生親 完全沒有了 當然我審好出來挺我啊 那邊的台的姻緣 暫時告一段落 我現在 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太嚴重了 所以我在台灣生根 這個 這個 殺什麼 用最先進的 直播 改變成牛馬的 牛馬的 只吃草 是不是 你現在在錄啊 對 那再來一次啊 當時直播可能會卡卡 但四年過去 橫竖終於開直播了 小哥封麥 橫竖開麥 哈哈 只是說好在台灣扎根 就在大陸社群平台 直播紅髮 大界當然要守 小界就可以不拘了嘛 對不對 於是一項很瞎趴的橫竖 紅髮師 一直戴著兔兒帽 和寶石相戀 善惡到頭終有報 你相信老天爺會收人嗎 他會把那些沒有底線的人 專門傷害好人的人 那些忘恩負義的人 那些不孝父母的人 那些欺騙你的人 那些信口雌黃 危害社會殘忍的人 通通一個不落的 全部收到地獄裡 我被的被憂 送到被憂